嗨大家好,这里是带大家探索宇宙的科幻战舰,我是爱你的星星,今天星星给大家带来一部用游戏拯救世界的科幻动画,夏日大作战 话说在未来世界,人类发明了一个蜂蜜全球的虚拟世界,OZ OZ不仅仅是对现实世界的模拟,同时还是一个将现实世界和虚拟世界结合起来的超级平台 许多政务部门都在OZ是有窗口,可以在这里直接办理各项手续 在安全系统的守护下,OZ一直都在平稳运行 数字天赋绝佳的健儿就是OZ的安全维护员之一 这天,健儿一直暗恋的学姐夏西突然找了过来,让健儿陪她去乡下旅行 面对这种好事,健儿竟然是一口答应下来 等人来到夏西老家,年轻的健儿第一次感觉到贫穷真的限制了她的想象 古老的豪宅显示着夏西来自一个不平凡的家族 夏西带着健儿去见奶奶,健儿到了现场才知道 原来学姐请她过来,是希望她假扮自己的男朋友 帮奶奶筹办寿宴 让人意外的是,威严的奶奶对这个凶男的少年似乎颇有好感 夏西特意为健儿编造了东大生,师出名门,海归等身份 一家人对这个优秀的少年赞不绝口 晚间宴席上,监儿从家族成员口中得知 原来夏西的家族竟然是日本战国时代武田姓玄家的后裔 虽然家族已经辉煌不在,但是骨子里的骄傲仍然眷刻在族人心中 宴席结束后,家里来了一位特别的客人 高高瘦瘦的茶柱是爷爷的私生子 任性宛为的他在年少的时候偷偷变卖了家里仅剩的矿产 拿着这笔钱跑去了美国留学 所以一家人对他都不太待见 只有夏西对这个叔叔格外眷恋 晚上,监儿在陌生的榻榻米上辗转难眠 这时手机上却传来一道解谜游戏 监儿的好奇心被引发 连夜酸出答案并发送了过去 没想到第二天电视上却出现新闻 监儿成了入侵OZ的嫌疑犯 原来监儿前天晚上解开的谜题 竟然是突破OZ安全防护网的密钥 由于安全密钥被攻破 OZ世界陷入到前所未有的混乱之中 监儿发现自己的OZ账号被盗 只好用新剑的小号进入OZ 盗号者不仅没有认错 还将监儿一顿胖揍 正是夏西的弟弟家书马出场了 他是OZ的拳皇 一顿微操轻松抓住了盗号者 然而盗号者却开始吞噬其他玩家 吞噬玩家后 盗号者变身成了大boss 反手KO了家住马 接着的好友佐久调查后发现 这个盗号者并不是人类 而是一个代号为Love Machine的AI AI打败家住马后 开始肆意破坏OZ的秩序 由于OZ和现实密切相连 现实世界也因此陷入到混乱之中 身为家主的奶奶 开始发动家族关系 努力恢复现实秩序 受到鼓舞的监儿 也开始努力破解账号密码 总算暂时终止了OZ的混乱 但是事实并没有就此结束 AI仍然在OZ里叙事待发 更让人吃惊的是 开发这个AI的人竟然就是查柱 查柱赋予了AI求知欲 之后便将它卖给了米国军方 没想到军方却拿AI在OZ里做起了实验 查柱开发AI原本是想证明自己的能力 帮助家族重现辉煌 但是奶奶知道AI被用来搞破坏之后 却大发雷霆 当场将查柱逐出了家门 大概是动了肝火的缘故 年事已高的奶奶自觉生命走到了尽头 她将监儿叫到房中 并叮嘱她要照顾好夏希 这天晚上奶奶可然尝试 一家人伤心不已 在悲痛的气氛中 监儿鼓励大家要振作起来 他们应该接过奶奶的大旗 彻底解决麻烦的AI 一家人各司其职 团结一心 向AI发起了挑战 家众马将AI引诱到特意为它建造的牢笼 将它困在了里头 但是没想到运行牢笼的服务器 却因为过热而崩溃 AI从牢笼里突围出来 它吞噬了超过4亿的虚拟玩家 变成了一个无比庞大的巨无霸 家众马被轻松KO 与此同时电脑上出现了一串倒计石 原来是AI操纵了卫星 打算将卫星砸向地球 这串倒计石就是距离地球 被撞击的时间 夏希眼见事态危急 打算向茶主求救 茶主赶回老宅 从遗书中得知了奶奶对她爱意 一家人在奶奶的感召下 再次凝聚起来 和AI展开了最后的大战 这一次的主力军是夏希 她来到OZ和AI玩起了花台游戏 而赌注就是玩家们的账号 凭着出色的排击 夏希赢回了十多万账号 但是这个数字距离四亿的总数 仍然遥不可及 慌乱之中 夏希输掉了重要的一局比赛 辛辛苦苦迎来的账号 最后只剩下两位数 就在夏希感觉无计可施的时候 世界各地的玩家 却纷纷线上了温暖 他们将自己的账号拿来 给夏希充当了赌注 有了众多玩家的加持 夏希变成了超级无敌美少女战士 她和AI上演了最后一句索哈 将AI的账号给赢了个精光 一家人纷纷拍手庆祝胜利 然而 此时倒计时 却再次运转起来 原来是AI不甘失败 凭着最早盗取的 建儿的账号 将卫星的落点 改为了夏希家的豪宅 要想修改卫星的落点 建儿必须找回自己的账号 她一遍又一遍在稿纸上算起了破解密码 然而每当她要破解时 AI这会修改账号密码 为了配合建儿 家住马再次进入OZ 一拳打飞了AI 建儿也终于成功破解密码 让卫星偏离了原定落点 一家人为奶奶举行了盛大的葬礼 在族人的撮合下 建儿也从假冒的男朋友 晋升成了真正的男朋友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我是爱你们的星星 要是你点赞关注平稳的话 我就陪你用游戏拯救世界哦